想過跟別人嗎 扭承則示範撩妹橋段 借位親嘴 像著小孩子忍不住吐槽 你們根本是強暴犯嘛 你們是一個 這句強暴犯 對照鬥倒現在的處境 竟然一語纏纏 但神預言還不止這樁 跟喇媽談戀愛 18年前要阿雅跟喇媽談戀愛 歡迎快與海貝蔡康宏否決 但阿雅卻在2014年 真的嫁給藏傳佛教轉世活佛 有人叫你何太太了嗎 沒有啊 所以有覺得幸福嗎 還是沒他 我覺得好像都一樣啊 我只要提醒他說現在會幸福 但是五年後你就知道 恰好符合小意思的五年理論 小意思與何守正還真的離婚 連預測來賓也捲到不行 小意思做一個預測就是 你認為以九把刀接下來在演藝圈 你會有一天打開娛樂版的時候 看到頭版就是他有劈腿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下個月吧 2014年九把刀爆出跟女主播上摩帖 但當時已有交往十年女友小內 身陷劈腿風波 就連蛇姬林采緹交往對象也這麼說 你喜歡的人很危險耶 你挑的那種型 林采緹旁邊寫了他的擇偶標準 美型壞男孩藝術家 這不是自我毀滅嗎 對啊 劈頭直言對象很危險 當時林采緹正好與胡亂而交往 但近年南方先吸毒被帶 婚後又涉嫌夜店解尸 小意思節目上的細言吐槽 卻意外變成鐵口直斷的神預言 記者曾超生雷玉涵最後報道 好 好